好,觀眾朋友,我是一旦關心卡努颱風的最新動態 現在呢,我們人就在宜蘭投城漁會這邊 而這裡呢,其實是一個娛樂性質的漁船的漁會 不過呢,因為這裡的漁船呢,都是用來賞金 已經登龜山島的 不過這次颱風的影響可以感受到 現在的風其實是滿大的 甚至呢,是有一點點飄雨 不過呢,因為都停班停課的關係 因此是都不能來做登島賞金 不過也有業者來受到影響 就昨天開始啊,就風浪開始變強 然後原本有預定的這個船班 跟遊客都有給他們取消 所以今天我們船也是整個就是做好 反他準備沒有出港這樣子 那這樣子對於船隻大概有多少的遊客是因此退訂 大概可能一天算下來的話 100個左右吧 大概損失多少 可能8、9萬塊而已 這樣子 所以原本的預定要來賞金是大概多少人 大概 如果以我們一艘船來講 大概 大概可能120位左右這樣子 這個船長是說呢 這次的賞金其實原本是有120多位 可能是要來做賞金已經登島了 但是呢,因為這次颱風的影響 也造成說他們是沒有辦法來做賞金跟登島 因此呢,也造成說他們有相當大的影響 那也提醒民眾了 雖然說今天是停班停課 目前宜蘭的風呢是相當的大 但是沒有什麼雨 可是還是有陣一陣的雨 因此還是提醒大家 要盡量不要出門 待在家裡比較安全 那以上會展望到情形 再把時間鏡頭交換旁邊主播